有人说,中国人已经吃饱了很多年了 但是袁隆平院士却与饥饿抗争了一辈子 也有人说,袁隆平配不上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因为杂交水稻不是他发现的 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这个视频,我们来说清楚 大家好,我是熊猫 5月22日,我们非常悲痛地听到袁隆平去世的消息 至今都不敢相信 袁老作为中国粮食之父,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我们普通人都无法比拟的 但同时,有部分人至今还对袁老的成就抱有很大意见 那么袁老究竟做了哪些贡献 杂交水稻又是如何发现的 这个视频是重制视频 重新带大家全面回顾一下袁老的事迹 由于上世纪60年代 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 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大危机 当时连毛主席都在党内通信做出指示 闲时吃稀,忙时吃干 平时半稀半干,杂蚁,番薯,青菜之类 可见当时的粮食危机有多么严重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64年,立志改变粮食现状的袁龙瓶 发现了天然的雄性不育猪 1965年,他又在14000株稻碎中 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猪 正是这些不育猪的发现 打破了米丘林里森科的 传统水稻无性杂交理论 并且推论了杂交水稻优势理论的可行性 什么意思呢 由于水稻是雌雄器官在同一朵花朵上 在早期的时候 被科学家误认为是无性杂交 其中,米其林里森科的水稻无性杂交论 更是被认为是正统理论 但是袁龙瓶研究的成功 打破了这一理论 证明了水稻也是能够杂交的 而且,杂交又是更明显 比如,A品种水稻产量高 但是容易得病 B品种产量低 但是不容易得病 那么,两种进行杂交 就有可能出现产量高 抗病能力强的C品种 这样,C品种就提高了水稻的整体产量 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的 袁龙瓶在1966年发表论文 水稻的雄性不孕系 这一研究成果 成功引起了国家科委的注意 并在1967年成立 水稻雄性不孕科研小组 由袁龙瓶和徒弟李壁虎等人领导 自此,一个由元老主持 以后注定震动世界的 三系杂交水稻研究开始了 这边有必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三系水稻杂交 三系是指 不孕系 恢复系 和保持系 水稻是四星屠花 所以一般都是铜花兽粉 想要一株杂交 就需要将其变成只有 世性器官 称为雄性不孕系 简称不孕系 也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母系 但是问题来了 这株母系没有雄性器官 是不能自己结出果实 也就意味着无法产量了 所以就需要第一任特殊丈夫 给它杂粮兽粉 让它的后代恢复可遇 这样它们的种子 就可以正常播种 来年产量了 而这株特殊的丈夫 就叫做恢复系 但仅仅有恢复系稻株 也生不够的 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水稻是要在全国播种的 需要的种子数量就非常庞大 相应的 就需要同样大量的母系水稻 但是母系水稻 又不能自己结果实 这样就无法批量 培育杂交种子 所以就需要另外一个特殊丈夫 保持系 能够让这株母系的后代 产生同样的母系 这样第二代母系 就可以和恢复系杂交 大规模生产性能优质的杂交种子 因此 三系杂交又被人称作 一七二夫制 大家亲着是不是觉得很复杂 如果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要找到上面说的 三株水稻就可以成功研制出 杂交水稻 然而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当然没有了 在早期 袁隆斌找了好几年 却始终找不到 敌人丈夫保持系 于是就出现了僵局 幸好当时湖南省领导人 想出了一个办法 发动群众力量 就这样 一场涉及到全国的 农业科研大协作 正式开启 各省均成立了协作组 协作单位涉及科研机构 农场 粮种场 公社 生产队 大庄运校等等 三个抽皮匠顶个住烂的故事 就这么发生了 1970年 袁隆平学生李毕胡 在三亚与当地的基础园 在一片沼泽地 发现了一株野生花粉败育不育猪 这株不育猪被元老命名为野败 李毕胡发现的野败 此后称为三系法 杂交道的不育系的始祖 没错 我们早期吃的杂交水稻 都是这株野败的后代 但是不预计找到了 培育却出现了问题 当年野败种子 就被袁隆平带回了长沙 进行播种 此后又将其分发给 多个省份的农业技术人员 这些技术人员的培育 大部分都失败了 包括袁隆平 不过 这些农业人员中 出现了一位后来 同样被称为 杂交水稻之父的技术人员 他叫 杰隆安 由于三亚属于热带 夏天日照时间比内陆短 所以 袁隆安创新性的 对野败进行了部分遮光处理 使得野败 稻苗生长环境和三亚一致 就这样 袁隆安在1972年 成功培育出 不育系及保持系 至此 不育系和保持系 均被找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袁隆平则在次年 也培育出不育系和保持系 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发现 让全国的水稻科研单位 振奋不移 三系配套 也仅剩下挥肤系 于是 全国水稻科研协作 再次全力攻关 挥肤系 当时挥肤系的寻找 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一整年时间 科研人员从国内 与东南亚 非洲 欧洲等地 一千多个品种里 筛选出是一百多个 有挥肤能力的品种 但是 效果都不好 到了1973年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有人向广西农学院教师 张仙诚抱怨 找挥肤系到诸 难如登天 但是 张仙诚却说 不会啊 我已经找到了 挥肤系到诸 就这么神奇的被发现了 而三系水稻 也终于配套 虽然这个故事 还未带验证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一场红红烈烈的 全国大协作 也宣告圆满落幕 但是 这个落幕并不是终结 而是另一个运动的开始 1973年 世界上第一株 先行杂交水稻 终于被耶路平培育成功 世界粮食产业 也迎来了 举世瞩目的变革 1981年 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授予杂交水稻研发团体 讲庄上写着 全国先行杂交水稻 科研协作组 袁隆平等人 排名前四的就是 袁隆平 袁隆安 张仙诚 李碧胡 而袁隆平也因此获得 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看到这 大家是不是产生了 第一个疑问 三系水稻都不是 袁隆平发现的 为何他能获得 第一顺位的荣誉 这是为什么 很多人在网上 黑元老的原因 事实上 大家知道一件事 任何一项科研 都是需要一个带头人 李碧胡是袁老的学生 袁隆安的野败 是袁隆平研究所 分发出去研究的 张仙诚的 恢复西稻株 也是交由袁隆平 来研发 三系杂交水稻 可以说 袁隆平是 毫无疑问的领导者 除此之外 他还是突破 无性理论的 直接和独家贡献者 如果没有 零到一的突破 何来后面的成果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国家科委裁定 袁隆平是国内 最早研究 水稻杂种优势理论的学者 同样是我国工程院院士 植物遗传学 专家周英国也明确说了 我国最早研究 杂交水稻的 还是袁隆平 所以 袁隆平作为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是知之名归的 袁隆安也同样配得上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同时也不能忘记 全国水稻科研工作者的 大喜做风险 如果没有他们中的 任何一个人 我国杂交水稻之路 就要延后无数年 甚至和日本一样 放弃这条路 可以说他们都是我国的 杂交水稻之父 来 让我们把感谢你们四个字 在弹幕上打出来 杂交水稻的成功培育 让我国的粮食产量迅速增加 从1976年 全国推广开始 仅仅20年 中国的稻谷增产累计 就达到了2400亿公斤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在水稻生产上 利用杂种优势的国家 而杂交水稻的辉煌 依旧在继续 1973年又出现了一位 注定名锤千石的科学家 史明松 当时他还在湖北省乌阳县 沙湖原种场 任职技术员 带着妻子和几个儿子 研究水稻技术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研究了7年 终于有了结果 并且在1980年 将其研究成果 两系法杂交水稻理论 上报科研单位 这边大家可能会得混淆了 不是有三系法杂交水稻吗 怎么又出现了一个 两系法杂交水稻呢 它们有何不同吗 上面说了 三系法杂交水稻 需要不断配套三种水稻作为母体 工序非常繁琐 而两系水稻中的母系 在一定的日照和高温影响下 会自动表现为下代母系 这样和保持系杂交 这一步就可以省略了 而母系则继续和恢复系杂交 只需要阳光和低温条件下 就可以播种成正常的水稻 用来当作下营的种子 也因此 两系法相比三系法 工序更少 效率更高 袁隆明看到两系法杂交水稻理论后 视若珍宝 也因此受到启发 在1987年提出 杂交水稻三个发展阶段的战略 即未来杂交水稻一定是从 三系法到两系法 再到一系法发展 程序由凡到减 而效率则越来越高 至此 杂交水稻理论也渐渐完善 同年 两系法学稻研究 正式列为国家863计划 编号101 由袁隆平主持全国16个单位 进行联合公关 而石明松与朱英国 也在专家组成员之列 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2005年 此后更是培育出 20多个优质两系杂交水稻新组合 在全国推广种植面积 6000万亩以上 累计增长稻谷40多亿公斤 1996年 袁隆平再次提出 超级杂交水稻培育计划 超级杂交道计划 总共经历四个阶段 从第一阶段亩产800公斤 一直持续到2016年 第四阶段的亩产1500公斤 当然 这只是试验阶段 实际大规模种植 肯定要打折扣 从这边也可以看出 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的贡献 从立项到至今 他一直是带头人 也因此 他获得除诺贝尔奖以外 世界上所有农业科学家 能获得到的荣誉和奖章 2019年9月26号 更是获得共和国勋掌 这是我们国家对他最大的肯定 在查资料的时候 本猫发现很多人会提出 杂交水稻不好吃之类的言论 去贬低袁隆平的贡献 说实话 本猫无意去批评任何人 但还是得负责的给这些人 科普一个科学常识 杂交道口感相比高品质水稻差 根本问题是 早期杂交道主要追求产量 而不是口感 是以温饱为目标 进行技术公关 而不是还没吃饱 就去攻克口感问题 袁隆平一生都在 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 直到去世前 他依旧在致力于盐水稻的开发 海水稻实际上是一种耐盐碱水稻 由于某些区域中的 土壤盐碱化非常严重 加上其他外部影响 即使种植了也无法获得高产量 而袁隆平团队的沙漠海水稻技术 则成功地解决这个难题 很多人不大理解海水稻的意义 实际上我们全国有2亿亩盐碱地 可以种植水稻 如果海水稻能够全宫推广 那么国家将增加 接近1亿亩可以利用的耕地 要知道我国耕地红线也才18亿 有了这1亿亩耕地 我国粮食保障将更上一层楼 然而它最大的意义 就是可以将盐碱地变为良田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的张国栋 接受采访时就说过 种植3到5年海水稻后 土壤的含盐量 可以降到千分之三以下 沿建地区可以借此恢复生物多样性 这就是科学致用的力量 也是袁隆平真正留给我们的今生财富 我们能吃饱能吃好 都是这些科学家无私的奉献 中国人已经忘记了饥饿的感觉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月老走好 我们会永远地记住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